在世界体坛,有很多身体素质劲爆的运动员,他们凭借自己远超常人的身体,创造了无数的辉煌和荣耀。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世界体坛身体素质最好的五位巨星。 5.迈克尔·菲尔普斯 菲尔普斯职业生涯拿到了23枚奥运金牌,是世界泳团当之无愧的霸主。 北京奥运会上独揽八金,更是成为永恒的经典。 菲尔普斯身体素质非常出众,取得如此高的成就除了他坚持不懈的奴隶训练外,还与他的身体状况密切相关。 菲尔普斯身高1米93,臂展达到了2米01,腿长76厘米,先天的身体优势让他成为了世界冗团第一人。 4.勒布朗·詹姆斯 詹姆斯身高203厘米,体重达到了120公斤。 他的身体状况非常均衡,与联盟任何位置上球员对抗都能占到优势。 在比赛中,即使摆到脚,詹姆斯也能立即回到比赛中,他的身体真的不是一般的球员能比的。 詹姆斯在职业生涯至今没有受过一次大伤。 詹姆斯如今年过30,依然还能保持联盟第一人的位置。 这与他强大的身体素质和坚持不懈的训练密不可分。 规范的训练和严格的生活习惯让詹姆斯的职业生涯非常健康和长久。 3.麦克泰森 泰森是拳击界不得不提的巨星。 虽然在职业生涯中负面新闻很多,但是这丝毫不能抹去他辉煌的拳坛成就。 泰森巅峰时,可谓是打遍天下无敌手。 在玄机这个项目上,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像泰森这样极具统治力的拳王。 泰森能取得这样的成就,与他强壮的身体是有直接关系的。 拳机这个项目并不像其他项目那样,能够轻易确定统治地位。 但是泰森做到了。 2.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作为当今足坛最耀眼的巨星。 C.罗已经拿变了所有能拿的个人荣誉。 他在足球场上的作用就像詹姆斯在篮球场上,甚至能够依靠一己之力来挽救球队。 力挽狂澜。 C.罗身体素质非常劲爆。 肌肉发达,在足球场上就像一台永不停止的机器,让对手淡寒,让对友鼓舞。 1.刘范恩·博尔特·博尔特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田径运动员,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田径运动员。 没有之一,他保持的男子100米和200米世界纪录目前看来,短时间内是难以被打破的。 博尔特被很多人称为外星人,因为他的身体素质太过恐怖,拥有一双大长腿,强壮有力,而且还能保持很高的频率。 只要他想加速跑,没人能追上他。